靠石速列車晉升男神 孔劉現在還傳出 和電影中地表最強孕婦 鄭有美 戀愛ING 甚至論及婚嫁 自稱是飯店員工的韓國網友爆料 孔劉和鄭有美到新羅酒店諮詢 還預定了婚宴場地 講得煞有其事 因為兩人在2011年 合作電影熔爐時就有好交情 不只私下以兄妹互稱 孔劉在受訪時還說過 希望鄭有美不要出演電視劇 成為直屬於我的明星 但飛聞爆發後 兩人共同所屬的經紀公司 發出聲明 強調傳言和事實不符合 雖然他們確實滿親近的 但絕對不是要結婚的關係 硬起來採取法律手段 應對謠言 其實就在夯劇鬼怪播完後 也曾傳出孔劉和女生 找金高恩假信真作 但雙方經紀公司都否認消息 如今男生不只爆飛聞 甚至還傳出要結婚 好在經紀公司出面博士 否則一票孔太太都要心碎了 記者梁漢禮傳台報導